大家好,欢迎到卡巴频道 大家好,我是卡巴 嗨,大家好,我是卡巴 我今天要来教大家做 七寸的蛋糕,海绵蛋糕 那我会把所有的课数 放在下方的咨询栏里面 然后我今天就是要用这个七寸的膜 然后它是博光洗碗做这个蛋糕 然后要做这个海绵蛋糕 我们等一下要先全蛋打发 然后全蛋呢,我们要加入热水35度 然后大概35到40度之间 然后把它隔水加热,会比较容易打发 然后要打发的话,我都是用这个 手持的那个打搅拌器 然后如果家里没有的话,没关系 可是可能要搅的比较久一点 好,那我就转过来正面来做给大家看咯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厨房 我先要把这个五寸蛋 把它打到这里面 然后得水加热 好,那我们来做五寸蛋 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搅一搅 好,接下来我们就把糖加进去 好,接下来我们就把糖加进去 然后将糖加进去 然后按小碎 然后按小碎 接下来我们就把已经热好的水 放进去把水加热 把水加热 把水加热 然后也要炒到 OK,我不行了 太好了,不行了 好,太好了 好,太好了 好了 好了,走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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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差不多 这样就ok了 要用的这样有痕迹 它不会消掉 这样就好了 记得要隔水加热 可以哟 接下来我们准备好牛奶 已经把没有转到已经搅拌了 我们就可以加入牛奶 一样就是我们旁边的搅拌方式 要把均匀的搅拌 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才 有水加热的奶油 倒到面子上来慢慢的搅拌 然后这样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用烘培 烘培局来把它放上去 这样如果拿去烤的话 它也不会黏在旁边 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做好的面团 好接下来我们已经放好之后 我们就要这样敲一敲 让它泡泡上开 接下来我们先预热烤箱 一百七十度五分钟 接下来我们一百七十度烤三十到三十五分钟 嗨大家 我已经把我做好的蛋糕拿去烤箱了 然后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海绵蛋糕 可是我想要在上面做一点装饰 我想要就是柠檬然后加一点糖粉 然后把它变成糖霜 然后把它铺在上面 这样会比较好看一点 所以呢我接下来就是要教大家 怎么做这个柠檬糖芳啦 然后现在我就用这个 把柠檬汁把它挤出来 挤个15公克 这样子就OK 好我们已经倒了一些糖粉在这个碗里面 接下来我们就倒一点点的柠檬 让它搅拌一下 让它变成糖霜 好这样如果不够的话再做些 让它变成糖霜在我们的蛋糕上面 好已经烤了快三十分钟了 我们来看一下 拿出来 要确定它有没有熟的话呢 要确定它有没有熟的话呢 就是拿一根像这样子的搓下去 它起来没有像面粉的东西的话 就是OK的 我们先把它拿出来 然后它已经 我现在把它放凉了 然后再把它脱模拿出来 我们的蛋糕已经脱好模咯 接下来我们就加上我们刚才做好的糖霜 然后我把这边的脱下脂肤都把它弄进去 然后现在把它做好的糖霜上去 可能是因为我烤的没有比较太熟太干 所以它可能会被吸附在里面 但没关系我们可以拿一些水果来做装饰 这里有一点点奶油我们可以把它涂在上面 让它比较好看 好大家我已经把它中间切一半 然后放进来 然后这下面呢就是我刚才放的香蕉 像这样子 好大家我已经做好了 我现在马上切一块给大家看 好给大家看 它侧面就是会有香蕉 然后是这样子 还有我们刚刚的奶油 它切完就是这样 嗨大家我终于做完蛋糕咯 原本只是想做个海绵蛋糕 可是中间就是加了香蕉的馅还有奶油 那马上试吃给大家看 嗯还不错有三条味道 嗨大家我终于完成香蕉海绵蛋糕咯 原本就只是想要做个海绵蛋糕 可是里面就想说没什么东西 就放了香蕉进去就变香蕉海绵蛋糕啦 好谢谢大家看完我的可怕频道 感谢大家看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可以分享订阅按赞 还想要我做什么的话 在下方留言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